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2019的時候 今天是2019 我們還是會講2019 但是我們會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今天 我們談了很久的 本來是想動態清零 今天終於是0加3 這個0加3好不好 我們只可以講 我個人不代表所有的嘉賓 那 接受 都要的了 不這樣做就不行了 這幾天我都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跟大家分享我對0加3的看法 第二個 我們要講的是同運的問題 B姐就發了一些資料給我們 有關同運 又要重新在香港 舉行 根據我們的資料 就是11月份的時候 第三 就是有關曾慶豪說 其實香港真的有人移民 究竟是怎樣呢 這一點我覺得 都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今天很開心 都是有ABS ABS 好像一個殺車系統 我們是一家銀行 你知不知道會考度是甚麼 ABS是甚麼 ABS是ABS 是嗎 我們沒有ABS 現在開始了 我們先講一講 入境措施 0加3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看法 我就是這樣做的 第一輪是ABS 第二輪是BSA 第三輪是SAB 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做的 就是一定公平的 如果我漏掌的時候 麻煩你提提我 好 A君有甚麼看法 不如在看法之前 先講一講一講新聞 雖然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A君也盡力再說一下 香港在實施的新措施 9月26日開始實施 最新抵抗入境的檢疫措施 將會由現在的3加4 改回到0加3 即是入境之後 無需入住隔離酒店 可以自行於家居 或者自選酒店檢疫3天 回到香港 如果是沒有確診 家居檢疫期間 就可以上班或者上學 即是不用一定要勾在家 或者勾在酒店 上班上學都可以 甚至乎這個做法 真的比傳說中的0加7還要寬鬆 因為10加3 另外還取消了些甚麼呢 就是取消組合上飛機之前的 核酸檢測要求 正是需要取消24小時 快速檢測陰性結果 這樣就可以了 抵抗之後 就需要在機場進行核酸檢測 完成之後就不需要等 是呀 做完核酸檢測 不需要等 就可以立刻離開 離開的時候 甚至乎可以自行選擇任何交通工具 離開都可以 好 抵抗人士 取得核酸陰性檢測之後 將會獲得禍馬3天 期間可以上班上學 但不能夠進去食肆和酒吧等等 抵抗第二天和第四天 就需要進行核酸檢測試 如果第三天取得陰性結果 就可以轉為藍馬 代表不能夠進入有主動核查表列的廁所 但是就可以進入食肆等等 另外 將取消未完成接種疫苗 香港居民不能上機的限制 即是未打針都可以上機 我剛好有同事早上就打完針 然後現在就發現不用了 好 到最後再講一講 目前所有海外抵抗的旅客 必須要按三加四的要求 即是三天就酒店隔離 四天家居檢測 期間就要發黃馬 代表不能夠進入高風險的場所 和禁止在唐食 現在就轉了來五加三 大家怎麼看 B仔怎麼看 ABS 大勢所趨是有這樣的需要的 唯有真是順勢而為 不過我相信政府已經盡量做到最好 唯一就是希望那些市民 大家真是那個健康馬 真是認真做好它 這個我們都要接受 不過其實我都有擔心的地方 因為他們抵達機場 進行核端檢測之後 就發黃馬了 之後就不用在機場等 還可以直接坐車 公共的車 就可以回去酒店各方面的 我覺得這裡的安全性 我就有所擔憂的 擔心的 因為你檢測 只是檢測了 真的完全不用等報告 還可以坐公共的車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就是有一些 例如 就是call的的士 是檢疫的士那類的 將他們送回家裡 送他們訂了酒店 什麼都好 會不會這個就更加完善一些呢 那這裡我就希望可以 真的做得更加小心一些 就是 勉強我們的擔憂 就是 如果這樣的話 雖然我們都要接受的 這些情況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得 細緻的更加好些 那 不希望再有其他的 反彈的疫情 就是這樣 是的 這個是我看法 那 我就 有少許看法的 一會兒和大家說 加給Sky Sky 是的 我個人看到 如果相比說0加7 其實我想知道 其實你想 目標是達到什麼 如果希望 就是 一些遊客來的 或者振興經濟 你0加7 根本就 不可以振興到經濟 你想想 來到7天 都去不了 吃東西 現在0加3 0加3 現在0加3 但是我認為之前0加7 是不是實際的 所以改為0加3 我個人贊成的 既然你是要做 0加3 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0加1 是太過進取 有些人爭取 那之前的0加7 我就覺得 最無謂 因為不會吸引到 人來 為什麼要來 這麼麻煩 所以0加3 我覺得 是合理的措施 如果你打算開的話 這個是我的見解 加給大家做 我自己看法 我就會看回 我們的中國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黃柳權 他在9月20日 在新聞發布會上 說 他說 我注意到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 以後 多次強調 摺軌世界 和內地通關 並不矛盾 而且 特區政府 也根據香港的疫情 和全球疫情的變化情況 與香港的實際情況 統籌疫情放空 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因時因勢調整 和優化香港的疫情防控措施 他最後表示 我認為 特區政府做這些調整 是無可耗飛的 也不需要過度解讀 我和主機卿的節目 就提到一個觀點 明天會和大家見 那個觀點就是 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 其實那段時間 是最好做全民強制檢測 和進行封城的 因為那段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放假 和對市面的影響 是相對來說最小的 但是我們聲勢力竭之下 都沒有辦法說服到特區政府 照舊一樣 因為 所以最佳的時機 真的過了 那 處機卿其實當初 和我們一直在推廣這個行動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形勢被人強 人家的形勢強 我們的形勢弱 香港始終都要盡快服償 香港沒有危機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史師傅有自己的看法 我朋友也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是個觀感 有些人覺得香港沒有問題 內地沒有問題 有些朋友覺得香港很大問題 內地也很大問題 無論如何都好 這是既定的事實 零加三 亦可想而知 在可見的將來 都會變成零加零 即是直接零 香港就完全復常 當然 你要和世界接軌 你要遇上一些風險 風險就是 你究竟新冠的藥物夠不夠 你會不會令到醫療 整個系統崩潰 這兩個問題是最嚴重的 如果醫療不崩潰的話 只是說你已經準備好了 你不走回頭路 或者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的風控又如何 其實大家如何說如何 我自己觀察到 譚德塞在聯合國說 新冠疫情到了尾聲 但還未完結 這是很重要的 但拜登急不及待 就說了 新冠疫情已經完結 包括南韓都沒有好罩令 日本的時候 十月中 就會說 免簽證 來吧 OK 不用做任何事 來吧 新加坡更加快 現在的經濟體 排在第三 那紐倫國 紐倫新之雪 是十小層上的 我們看到大家都好像很緊張 世界復常 齒輪 在急速運行 香港處於什麼 香港處於什麼位置 大家想想 還有香港的財赤 今次會有一千億就不見了 是不是有幾千億呢 我朋友跟我說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借汰的 你是不是這麼緊張 這件事 但是香港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它是要審慎理財的 量入為出的 這個是特區政府的要求 所以如果要有些 比較特別的行動的時候 我想是需要調整一下 特區政府的整個政策 或者是條例 才可以作出一個 比較完善的改變 我自己看到 今次0加3 我只是覺得大家很好地把握 可能會有些危險的情況 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說疫情 也不需要很多 但是 長新觀究竟怎樣呢 我們沒有 充足的數據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問題是哪裏呢 就是 我們已經盡力了 包括香港 包括內地 我今天看到陶傑 在他的一個頻道節目裏 提到 特區政府想要投降 其實不是特區政府真的要投降 他說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與病毒共存才是王道 但是陶傑 你這傢伙 你記住 你如果與病毒共存 之前死了多少人 你這傢伙 在亂說話 好心你閉嘴吧陶傑 真的不好意思 我很少這麼生氣 英軍又會罵我 有口說人沒有口說自己 不過真的很生氣 第一 英國死了多少人 日本死了多少人 包括美國 全世界 因為新冠疫情而死 究竟有多少人離世 你又知道嗎 你又說這些風涼說話 你真是 你一會兒幫我罵他 哈哈哈哈 不過不要太激 我已經一早想了 如何應對那些傻人 這樣說話 是的 我們中國的抗疫 是成功的 我講真的 我們中國守得住 是所有人民的福祉 西方那種 所謂與病毒共存 我想問一句 是不是真的要完全與病毒共存呢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當初的黑死病 真的不是有些醫護人員 不斷去想方法 去令到環境更加衛生 那黑死病繼續流傳下來 那這些與病毒共存 應不應該呢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英國說與病毒共存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沒有錢 我不想搞這麼多事情 你們自生自滅算 所以那時候死亡人數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都看到美國的護老院 裡面有很多人都接了 接了原因是什麼 老人家 都完全離世 那間老人院還有什麼用呢 這些就是實際的情況 所以陶傑這一幫 親美的奴隸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想講奴才 簡直是講奴隸 為什麼 他們會這樣繼續去 抹黑我們國家呢 原因就是收了錢 講完了 OK 好 今天看到我真的很生氣 A軍 加回給你 不是A軍 非常過去幾個月的數據 好像之前 A軍 都要講回A軍 本身是一個 終極的清零派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這個 這個 manage的地方 其實是 play safe 錢 沒有了 你的人在那裡 你的手機在那裡 一定找得回 人去了 沒有得找得回 好 好了 接著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是aggressive 我不敢說錯 可以說是很進取的做法 因為支持 0加3那一派 最流行 尤其是 港大那些教授 經常會說 過去三個月的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跟這個流感差不多 都是0.1%這樣 至於盧寵某教授 或者盧局長 用的是相對比較長的時間 就是用過去半年 去到0.5%這樣 到底哪一個適合呢 有些人說 當然要先拿最新的數據 我不排除 最新的數據 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 新我 如果你問A軍我 我就會認為 太新 還有 是 太短的時間 我要大家回憶一下 一些慘痛的事實 就是每一次 我們經歷了五波疫情 每一波之前 其實數據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如果 只是拿著那一波 來做reference的話 大家都不會知道 就變成大家都鬆懈了 第五波就是這樣 給了我們慘烈的教訓 所以 用一個只是measure 過去三個月 的第五波尾 有些人甚至用第六波 的一個死亡率 just看它的死亡率 是不是這麼有authority 要我100%根據這三個月的死亡率 然後就project一個美好將來 我認為這個做法是過於aggressive 所以其實我到現在都是拜路總謀那一套 是對公共健康 我認為prudence 是對整體來說 是更加好的 不過 你說要走這個 這樣走 我知道商界壓力很大 我也都身邊 相對有錢的朋友們 是支持盡快開放 相對跟大陸connection 例如我公司 對內的connection是比較多的 那些是寧願清了零線 才對內開放的 當然現在最新的說法就是 兩樣東西沒有抵觸的 我到現在都不是為什麼沒有抵觸的 你說香港如果是幾千個個個案 一天我真的看不到 為什麼大陸會要開放給你 所以其實現在黏在外面那裡 其實對內通關 A軍相信是越走越遠 這個也是另外一點 我認為這個這麼aggressive的approach 是走早了的 走早了的意思是 如果它用過去三個月的projection 繼續下去 例如最新的職場的繁殖率 就是我們所說的傳播率 是真的繼續向下沉的話 就是越來越低 我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說真的up-tick上去 其實我們試過很多次 如果是繼續up-tick上去 或者不要再up-tick上去 會是怎麼樣呢 我想我們香港政府 現在take了一個aggressive的approach 也都要隨時準備 告訴香港市民 去到什麼位 是會take一個conservative的approach 好 多謝你 起分 我想對香港人來說 尤其是我們這些會更加安心 好 謝謝你 好 B姐 B姐 是 請說 什麼 你有什麼看法 我走了神 現在你在說哪一話 你不是吧 B姐 我們在說抗疫 是的 0加3 謝謝你 不要走神 謝謝你 是 抗疫我都是那一句 現在我們跟回大隊 就是跟回大隊 跟回中央去做 是應該大勢所趨的 就是希望能夠做得 小心一點 全面一點 就是防止第六波的疫情 會再發生 這個就是抗疫的大隊 所以我是接受的 OK 請大家專業一點 在做節目 OK 不要走神 好 Sky 有什麼看法 我想呼應A君 剛才的說法 其實我知道 其實真的為市民好 可能真的要很多數據 很多保護的東西 這樣才可能要走到這一步 不過我想知道就是一件事 如果我們等 究竟是等什麼呢 如果我們等 即是如果我們等 未來是會有一個大型檢測 或者其他 我覺得就是等 但是 其實現在我覺得 等來等去等 我們等什麼呢 等到市面自己的生靈 根本沒有可能的 那些事情不可以得自己 因為這麼多人不合作 我們這次抗疫很辛苦 我很想說一件事 因為我們是奸邊抗疫的 不是雙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配合 你看到這麼多 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我看到警察朋友跟我說 晚上他們出去捉 真的很多 其實幫庫房增加了很多收入 其實發出的故事 多不聲早 我很希望 其實真的要嚴懲 如果不是人家不配合的話 我們只要等 我們等 浪費了時間 因為那些人說 是啊 我不配合你們 我只是想你們攬炒 我聽到有這樣的聲音 原來他們是想 是啊 我們是不配合 等你一邊封下去 內內都進不了 那就等於濫靠香港 這個我是最擔心的 我很擔心中了他們的服 如果這樣說 其實我是中了招的 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過來人 我中了的 之前我們都很辛苦的 喊過了的 為什麼今時今日我不等呢? 因為等了很久 等不到一個 真的會令到我們 完全100%安心的方法 那遺憾是什麼呢? 我們不可以再等了 我不可以再重複 因為這幫人 他們是不會放開我們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件事情 除了疫情之外 我是擔心有疫情 這輩子 其實都是想拖我們 香港或者內地 我們認為 我自己認為 我是擔心怎樣 所以我呼善這件事情 我明白了 但是我又擔心這一方面 你都不可否定 有這些事情在發生的 你想想 每天都這麼多 抓到這麼多人 你想想 其實 我們一直在抗面 我們已經走得很盡 就是我們做正常市民 已經走得很盡 真的很盡 我們用了力 上次我們大家出手去派 是不是 派物資 我們都很傷心 當時的老人家 我很希望 我相信政府 不會給到這些情況出現 我也有留意過 盧院長也有說 他說現在都在看醫療那個 那個壓力 指數有多少 他們慢慢去計算藏的數 我很希望在這方面 做得好 不要讓我再見 就算發生時 不要見那個場面 就是不要得了那個場面 真的 我留下上屆政府 不好意思 真的 你做得很差 錯過了我所有的時間 到現在 你們一起在迫政府 我不知道迫什麼 我不是說大家 是有些人想迫他們 讓他們 兩周不到我 搞到我 我都覺得有些危機 香港 那個危機 人心和很多事情都有危機 因為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每天等 他說OK 我今天知道他們才認識 他不是開心 他說鬆了 至少知道原來政府 有一個決策出來 原來等了這麼久 等什麼 是啊 如果你要等到我全民檢測 我一定等 但是我知道不會 所以我就想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我就不再總結了 因為其實大家的看法 都有點不同的 我只是說一句 大家留意一下 明晚處經興所講的 黃庸廢懶蠢 再論 OK 好 我們講下一件 阿sir 阿sir 我要回應投降論 還有回應兩日為出 以至最後 要講到Sky說 那麼多人合作 OK 你兩日為出 跟這個主題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 你剛才提了 你剛才提了 那我講兩句 少少 不要緊 我首先回應Sky那裡 如果這麼多人不合作 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 還沒有出盡全力 你試一下抓到之後 罰你十萬八萬 你試一下 現在那些 亂發醫生子那些 只是說不誠實取用電腦 你試一下要馬上告訴他 這條罪坐了十年八年 然後要去吐了那些錢出來 吐突兼車要賣一層樓都不行 破產兼坐牢 看看有沒有人做 根本就是送 所以就這麼多人搏 好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才講兩日為出的政府 兩日為出就改了 其實以前兩日為出 是英國政府不想管我們香港 總之你不要要我出錢 所以講這些話 現在時而世易改了 好了 最後一件事 所謂投降論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可能睡過在醫院 或者有些小病 病的期間 A軍都試過要釣鹽水 不過我都知道有一天 我終於是不用釣鹽水的 我不知道不用釣鹽水 是不是要投降 病了當然要釣鹽水 然後同樣道理 最有效的抗疫方法就是中央那一套 出事的時候就隔離檢測 所以我們全世界大國之中 死亡率感染率最低的 但是當病毒開始沒有這麼毒的時候 那就開始放鬆 等同你大病的時候 最初就要釣鹽水 然後康復的時候就可以出院 出院是不是要投降 用下個佬 低能 好 我要再講一下節目的規矩 再次沒有補充 好 講完之後就算了 否則對其他嘉賓不公平 好嗎 A軍不好意思 OK 我們講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議題就是 有關同運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收到 有關的那個宣傳 那個宣傳是B姐所說的 給我們看到的 B姐你對這點有什麼看法 是的 這裡有兩樣東西的 還有剛才我走了神的原因 我以為講完了 那我就剛剛收到的資料 update 我就想批回去講的 所以不好意思 OK 這個同運的同來日 很多人都收到的 那個文宣圖 其實他們的集會 其實以往連年都搞的 以往就真的是遊行 那後期因為2019年的黑暴事件 在這個同運裡面 有些人加入了政治下去 變了後期 在這個疫情期間 也都不給搞這個遊行 那他們2019年那次 就變成了集會的 那是兩個項目 而這次收到這個文宣 咦 接下來11月他們又想再搞 搞一個市集 但是其實呢 我們一直都在講的一件事 就是 這個評機會是應該主動去調查的 為什麼呢 所謂的彩虹市集 有沒有逆向歧視 排除了正常人的權利呢 一個強調同性活動 不符合公平的原則 就是我覺得 反過來我覺得 被人歧視了 是不是不是同性的朋友 就不可以參加呢 是不是歧視給我們呢 就是這樣東西 反過來就是評機會 真的要查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收到文宣的point 我是想講一下的 現在我們是被人歧視了 那另外一件事呢 在2019的時間呢 其實大家的心裡邊 都是很深的很深的 因為當時他們呢 也都是一年一度的 這個遊行 遊申請 遊申請教 那當時就不批 就只能夠 就給他們做了這個集會 那在這個集會裡面呢 這個 大家其實都很記得的 當時這個黑暴期間呢 有哪幾個是 同運人士的朋友 是站在黑暴當中 搞到 搞到這個社會這麼亂呢 大家記不記得 阿潔潔 是的 岑子潔 這個人 他也是同運的人士 沒有問題的 他們有搞活動 那樣都沒有人士 但是 在當年我們開始發覺 當年醒覺了 原來在這個同性的運動裡面 他們加了很多政治人物 政治的事情下去 包括什麼呢 那次的集會 他又做了很多國的 領事館的代表 有荷蘭 有愛爾蘭 美國 亞洲 這些領事館的人士去 去欣賞 去參與 這樣 一拉了很多政治人物下去 那麼 在當時來說 這個活動裡面 他們也都有些 貪委 鎖匙 紀念品國方面 那在當中裡面 還有什麼 還有人高呼 五大什麼什麼 缺一什麼什麼 還要光復什麼 光復什麼 時代什麼什麼 那些這樣的口號 那你想想 原本你告訴我 這個是同運的史集來的 你沒有跟我說 你是有港獨這些東西的 沒有反政府講究 加於這些東西的 那現在你又說 今年又來搞 又是這樣的史集 那我不知道裡面會滲透了些什麼 去影響年輕人 或者是影響社會 所以這個情況 2021年其實我們都去信立法會 幾位的立法會議員一起收信 我們反對他們 第一 歧視正常人參加 第二就是很擔心 借私還雲 借私還雲 借助這個活動 將我們的社會 又推到這個黑暴 混亂的社會當中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擔心的 不一定會 但是我們看到什麼呢 好像最近有一位朋友 同運的朋友 在美國回來 他帶了什麼回來給香港人 喉斗 喉斗病毒帶了回來 這個是發現了的個案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 同運的朋友有的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要小心一下 因為疫情還沒過的 如果疫情再來 我們市民怎麼辦 所以這件事是整體市民很擔心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做呢 好 Sky 有什麼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對這件事 我自己本身 我不反對同性戀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 如果它不影響到普遍的市民 我們根本就不會去怎樣反對他們 不過我也是看這一點 就是2019年的事件 令我很深刻 就是為什麼會騎劫了一個同運的同樂會 我以為是 那我不反對的 那我覺得 如果你們自己 真的做回你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最後會騎劫了 變成了剛才B姐說的那些口號呢 根本跟這個平權 跟這個同性化性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些什麼訴求 所以我就很擔心 又是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以前都沒有反對 我們也有搞過 但是2019年被我們 令我們驚嚇了 變成了原來是這樣 可以叫其他人 把這個同性這個活動 裡面它想說的主題都已經被它扭曲了 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反對的原因是 我擔心它變成顏色隔壁的一種 因為現在我們確實是不安全 因為英女王悼念事件 我都覺得很危險 因為那天他們唱的歌 都是一些港獨歌曲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借任何一個機會 會出來搞事 所以這個我是擔心 我並非反對這個同性點 或者它的市集 是擔心會 像他們所說 又會死灰復原 交換給大家 好 A君有什麼看法 首先一件事 講這個同運之前 首先要讚一讚評機會 評機會在性別歧視 或者性取向方面 其實已經有法例普著 甚至乎其實出了很多宣傳片 也都是講這個性取向那方面 是不應該受到歧視 工作崗位等等等等 那些東西也都不應該 因為人的性取向有歧視等等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已經是深入民心 甚至乎也都有足夠的法例保障 好了 為什麼特地要講評機會 要讚他這件事呢 其實如果是一些同性戀 或者是LGBT等等 我相信已經有足夠的法例 以至推廣去保障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求到這個不受歧視 其實現在香港的情況 已經是做到非常非常之足夠 如果呢 我亦都很奉勸一件事 如果真的不想這麼多歧視的情況出現 我認為相對同性戀的朋友們 可能就不要搞這麼多一些的 discriminate自己的一些活動 比如你搞一個同性使集 這樣就算了 你好像自己勾了自己出來 社會現在是立了法例 融合大家 也都拍了很多的短片 去融合大家的 但是你又自己走 或者有幫人 特地整一個人 我是要stand out 有些不同的 其實這件事會不會是反其道而行 而令到更加人 原本是大家覺得 接納了你是一份子 沒問題 大家都是鄉島人 你性取向有不同 突然間又有幫人說 不是啊 我是跟你不同的 我容納了 接納了 你自己走出來 我們都覺得有些org 老實說 另外一件事 也是一個recommendation 給大家 也有些可能 特地要走出來 我也不希望 特地要再走出來 去禁突出自己 我認為你需要突出的 是融合 不是突出大家的不同 你突出融合更加好 整個市集 大家一起玩最好 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出頭的話 希望你不要找一些反政府的人 去和你們出頭 因為你如果找反政府的人出頭 他們不是為了幫你出頭 他們到最後 是不是令到你融合社會 不是他們的關心 你找反政府的人幫你出頭 它是會叫你突出自己 然後增加和政府的conflict 接著借這件事 去搞其他他們想搞的事 就是等你們上台 你黏在那裡 是達不到你們 要融入社會的目標 相反 是會和社會越來越遠 因為社會本來不想動你 只不過是想動那些反政府的人 但是你黏在那裡的話 其實是會令到你們 無端端上了這片混水 所以我希望相關的朋友 和我們保持距離 兼且做多些融合的事情 會令到社會更加融合 亦都更加接受更加和諧 交回給大家 我是完全反對大家的說法 不好意思 我說我是反對的 我是覺得不應該舉辦 不應該舉行 不關融不融合的事 即是如果有人在街上 去妨礙一條街 又或者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這些社會風氣 我是極度不贊成的 原因就是 有些事情要事其事 非其非 我覺得 這些行為 令到小朋友 會產生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 我舉一舉之前 匈牙利的一個例子 如果大家看我們的節目 都知道 在2021年的時候 匈牙利 就已經是立法禁止 對未成年人 展示或宣傳LGBTQ的內容 那他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 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對小朋友 都會有一個很負面的影響 我們中國其實 由古代到現在 都不乏農陽之癖的人 女性之間 更加有疏起不假 這些傳統 這些傳統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是接納呢 說真的 我們知道 但是不推廣 不宣傳 我覺得 這是最好的 因為 我們奉行的是一個 家庭的一個觀念 父親是男人 母親是女人 這是很重要的 他們說的一點 最重要的是 離我們的孩子 遠一點 我覺得是 我們是一個評論 所以我們會給大家 兩段時間說話 兩段時間夠 因為大家公平 如果我跟A軍這樣 當然我們自己輪流傾 沒有所謂 但是因為有幾位嘉賓 為了一個相對公平的情況 我們就這樣做 兩段時間夠 就完了 還有時間要掌握好 我自己有一個觀點 就是 我們看到 西方的社會裡面 是利用很多這些 所謂小眾的運動 環保 同同之間 這些運動 去推動很多顏色革命 以及所謂的民主 自由 人權各方面 這些東西 都是歸入人權各方面 你說 他們會不會這麼客氣 去跟你融合 我自己的觀感 是不會的 不要多餘 不要想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 如果你稍為留一些 我覺得 對國安全性 影響很大 與其是 我們會尊重社會上 不同的人 包括你不同的性取向 但是無需要 去做到這樣 所謂的政治正確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是其是 非其非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或者華人的社會裡面 我們就很簡單 這件事情 我們不推動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都不會跟小朋友說 你是這樣 不會的 因為 到現在 目前為止 我們的法例 都是很清楚的 一夫一妻制 一個男性 一個女性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在這個行為上 我是採取一個反對的方向 以及一個看法 你要不要融合 我絕對不會帶我的小朋友 去這些事集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B姐交給你 是 戴衛Sir 你說的話 我完全非常認同 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看到 他們的行為 各方面的事情 在於一個 平等的角度 他們要平等 我照樣說 但是 在於中國人的傳統 在於 逆天而行的角度 我都是不認同的情況 為什麼呢 我會覺得上天 都是 就是 做物的 的 的安排 就是人來講 都是 中國人的傳統 也都見到 好像 外國 就算是美國 都好 如果 就是一個小朋友 可以收養 而兩個 都是同性別的人士 在中國人的傳統 就真的 不是很接受到 不接受到 這個情況 看個小朋友 叫那兩個 比如男士 其中一個做媽媽 那方面 如果在個人的感覺上 我還沒有接受到 我還沒有接受到 是的 因為真是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男就男 女就女 西方的人的思想的東西 我覺得 放在我們的傳統裡面 其實我都是接受不到 但是 但是我不拜託他們 不拜託他們 就是可能有些人是有原因 但是我很希望 他們能夠 能夠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我身邊 以往也都認識這些朋友 的 他們的性別都是 是 有些都是 跟性戀者一樣的 都是我的朋友 我沒有 原無歧視他們 各方面 甚至乎有些人都是 like 但是不等於我認同 這個 認同這個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這些是不應該 有改變的 這個是我非常之強調 是的 好 OK 是 那Sky 我就 反過來我不是很認同 兩位 不好意思 因為本身 同性戀這個問題 並非 是你自己可不可以 選擇的問題 如果經過 大家都有聽過 醫生都已經證實了 這件事情 是偏差的 在你的基因裡面 你一出生你 是不能改的 如果我們 是不承認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不可以 因為實在的確是有這件事情 我們不可以否定 這件事情 是人們想出來 或者是我選擇 是沒有選擇之下的 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這樣 第二 我就不想用我們 中國人 是我們有愛中國的傳統 我們中國不可以 或者 我們中國社會 不是很認同這件事情 但是 我現在首先 我不想把它 只是套進去 我們中國社會 如果你放回 一個 沒有任何的家屬 可以放在他們身上 他們開始做他們自己的事情 不要影響人 我經常都說 是不要影響人 但是我不可以用一個家屬 告訴他們 你是不對 他有什麼不對 他控制不了 那都叫不對 我們沒有理由 失略了真正的感受 這樣的話 是社會不明白 這個情況出現 不可以怪他們的 這一方面 所以你說 推不推廣 是另外一回事 在中國人社會 不推廣 我都覺得是比較敏感的 但是你說 講到他們 是不是不能選擇 我都不認同 因為 沒有人想的 很多事情 我只想知道 我知道的知識 他們心理學家 都已經講了很多次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接納 因為 我們知道事實 原來他們 不是他們在選擇之下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 讓我們去接納他們 就有一個項目在這裡 如果他們有選擇 我專門故意而為之 那就是兩件事 不可以這樣一害而論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交給大叔 好 A君 沒有這個環節 不好意思 討論內衛時間太長 OK 好 A君 但不好意思 這件事我一定要講 因為 Sky說的那件事 真的不是事實的全部 守一守規矩好嗎 守一守規矩 A君 多謝 在這裡 回來 有一件事我要補充 這個 要整理大家的一些字 這個不只是中國的傳統 我想說這個是世界的傳統 曾經可能有些地方 就爆了一段時間 就好接納 甚至乎是有專為男性服務的 一個行業出來 即是說男性為男性服務 應該是希臘短期內出現過 但是那是一段時間仔 如果是說真是傳統的 其實全世界的傳統 都是南韋的結合的 所以這個就不只是中國 我們也都不需要攬上身 我想說 其實在二次大戰之前 全世界 包括現在 趨到很自由的 一定要impose 別人接受 同性多性等等的 value的國家也好 在二次大戰之前 大家都是不接受這件事的 不過是二次大戰之後 可能醫學昌明 發現了原來是天生的 變成了 就當是一個 尊重它天生的取向的一部分 甚至乎也都發現了 有些原來是同性或者是誇性的 都有它的talent 社會接受它 可能令社會的進步更加快 所以大家都鼓吹接受這件事 所以我想說 其實接受這件事 是一個全世界都不是傳統 全世界都面對著的一個新的 男女之間 和一個沒有那麼主流 同性跨性 怎樣去成功地融合下去 的一個可以說的social experiment 所以 我是想說回 如果真的要殺人這個social experiment 我又是忠告給那幫 暫時被視為性小眾的朋友們 就是你最好選擇 是融合的 因為現在給了這個experiment的機會出來 是大眾方面覺得應該這麼做 所以 你如果跟回去做的話 你們成功的機會會高很多 不要因為自己的不同 而寄恨於其他大部分的人 搞到你投身去一些反社會 以至要過分突出自己的方法 這件事對大家都不好 尤其是對你們是更加不好 加分給大家 到我說了 沒有補充了 各位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關係 不好意思 大衛Sir 我真的要說兩句 因為這裡我真的有些事情 我覺得 有些事情不是事實的 全部 我們如果單方面說了 變成單向了 其實 我講一講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的意見還有不同的 這個節目其實有一個時間的限度 因為時間的限度 我盡量大家公平地發現 每人兩次 我盡量安排 這次破例 BJ給你講一講 OK 指示一次 好 請講 我只是舉個例子 泰國 泰國有很多人要 有很多從小到大的圈子裡 都在這裡 已經接受了這件事 還有從小到大 身邊的朋友 朋友 都是一樣的 慢慢已經形成 有些事情是未先天的 還是後天培養出來呢 我們真的要好好保護 我們的小朋友 和社會的風氣 文化風氣很重要 我想講一講這個項目 給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這麼多 我就說回 大家盡量守規矩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議題想要講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兩個議題已經談了 48分鐘 我很想一個小時之內完成 所以大家盡量掌握時間 訓練自己 可以在短時間內 講述到自己的心聲就可以了 有一件事我想去看 如果有一天 戀同僻 他們都說 這是我的自由 大家會怎樣看呢 又或者 人和動物之間 你會怎樣看呢 這件事大家自己想想 我接受不到 我不代表我不尊重 但我覺得我是尊重的 但是你不要違反法律 這一個是最重要的原則 和我們一定要保護我們的小朋友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知道有時候 你是不能選擇 但是你如果 法律轉變了 我們便跟著法律去走 是不是 但如果法律不容許 那我自己的看法 就跟著法律去走 我自己個人的觀感 我不會說不尊重 我也知道 有些情況是這樣的 但是 是怎樣呢 你始終要尊重 我們的不喜歡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這件事 是要彼此互相尊重的 好了 我們講第三個議題 第三個議題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 又是有些爭議性 今天也挺有爭議性 我覺得挺好的 有一位人士 姓珍的 他有些事就說了出來 表示的時候 香港是移民的 叫做曾志豪 大家知道曾志豪是甚麼人 這件事其實 我都覺得很值得討論 他就說 香港其實很多人都移民了 現在你說移居 又說甚麼又說甚麼 其實這篇文章很特別 我們就試一下 可不可以討論一下 就住裡面的一些觀點 他這篇文章 大概是怎樣 我就請Sky 跟大家講一講 這篇文章是9月23日出的 他說 二汶潮 有甚麼好否認呢 Sky 交給你 你就領頭馬了 好 來了 是啊 是啊 他說當大家 新聞都陸續說 做了很多 香港人在英國台灣 移民的系列的時候 他說最廣誅的一班人 都知道香港是經歷了移民潮 但可惜我們現在是賀了 就是不肯伸個頭出來 非是要否認這個移民潮 取而代之就說是移居 或者離境 或者外出旅遊 那就是差一個字 還沒講到好像說 惡意來講 這個項目 他說中國人都明白 這些根 原區政治管理 原地封城 都是同一個目的 就是避免封城的字眼 就是說我們不肯認這個原格 那我就講了第一篇 例如很多人都問 他優先考他的項目就是 因為子女的教育出問題了 就要去移民了 他說這個就是香港 高度政治化的教育環境 失去信心 不想變成一個戰狼 或者小粉紅 但是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就說 他說移民的就不代表 你不信任香港的教育 他說外國放寬移民盤纜 是成為有因 他說這些是廢話來的 他說如果你信任香港的教育制度 那家長又怎麼會去外國 去這些外國放寬 門難的地方移民 去禪過別資呢 他說不要忘記 上一屆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都說不想深入理解 究竟香港的教育制度 應該怎麼幫到他的子女 所以用了簡單 一個壞的方法 就安排子女 去國際學校 去海外升學 他說一句講到 現在家長就是怕牌子 變成田鴨 就是我們今天怕了的戰狼 其實是說什麼戰狼 所以才要離開 這個就是他的謀論 交給大家其實 怎麼看他這個謀論呢 你怎麼看呢 首先就是爭取你的時間 說起來吧 不然等一下又說 我沒有時間給你 我怎麼看 OK 有對有不對的 如果你說說 要不要教的 就有問題 我承認的 我承認他有些事情 是說得對的 但只不過是 他講的立心是怎樣呢 他笑起我們講諸 還是怎樣呢 那就真的有頭相破了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不承認 就是有問題嘛 教育 這是我的看法 好 A君 交給你 不好意思 我一直算掃了 掃射了 你掃射 不過要客氣一點 不要讓我黃標就可以了 多謝你 是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他要 有些人明明看到移民潮 都要做一些移居 離境 外出旅遊等等 的掩耳盜鈴 大致的意思 首先呢 我就要告訴這位珍珊 移民呢 以前是想著真的離開的 為什麼現在我們要移居 離境 外出旅遊等等的用詞呢 因為那幫人 真的沒有想著要走 所以他們有幫人 還要留香港的 連結在那裡 例如 公屋都不拿走 那那幫人是做什麼啊 那幫人是想著 插著腳過去 看看行不行不行 縮回來 那這種就要給他一個新的定義 那就叫做移居離境 或者外出旅遊 他們只是外出旅遊的 你看到約智峰那些說 外出旅遊已經是走鬼了的 那就根據他們的做法 把那個定義給他 所以呢 我又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有些人就真的要用回 移居離境外出旅遊 去形容他們才是對的 當然有些人真的想著走的 好了 然後他就無端端就說 許多移民人士優先考慮的項目是子女 我就不知道有多少 不過我就是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真是優先考慮的是子女教育 你應該給孩子去別處留學 你怎麼會自己走過來呢 A軍都見過80年代 1990年代的移民潮 個個真的要買政治保險走的 如果純粹為了子女教育 就讓孩子去讀書自己的鄉去賺錢 所以現在又在混淆市場 是阿珍生理 甚至乎在混淆自我催眠的那幫 說為子女教育所以我走 其實是你自己想走 然後找孩子過竅 你講不到自己要走的理由 就找孩子來討論 只有孩子過竅 這個我最看不過 我是她的孩子 我明天知道父母是這樣 我起死 好了 接著又無端端講戰狼和小粉紅 戰狼外交這個term 在哪裡出來呢 或者戰狼 戰狼就真是好戲 戰狼外交又再上一層 戰狼外交是德國講的 就說我們越來越進取 其實我們沒有進取 只不過是老美對我們越來越進取 我們在這裡捍衛自己的立場 如果捍衛自己的立場 叫做戰狼的話 我沒有話好講了 不過我想說 攻擊別人的是貪狼 我們捍衛自己的 我不介意被貪狼冤我是戰狼 至於小粉紅是什麼人呢 就是年紀輕愛國的人 年紀輕愛國的人 可能就有些東西未曾看得透 所以就有時候講起上來 就未能講到所以 但是你說如果小粉紅呢 我認為沒有問題 人要經過歷練 才看東西是越來越透 但是歷練之前 一定要深是要正確的 愛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問題呢 愛自己的國家 如果那些東西未看得通 有一點點強詞奪理 被人說小粉紅沒有問題 力練多了 自然可以講得好些 而我最介意是什麼呢 就是你將愛國這件事不講出來 如果小粉紅 但是小黑暴相比 我寧願看到小粉紅 因為他的立念是正確 技術不好 知識不好 慢慢唸都可以 黃黑思想進去 沒得救 好了 接著就說了 我認為香港移民不代表不信任 香港教育制度 這件事我認為是正確的 不信任香港教育制度 發揮亂說的人 我再順道一提 填鴨這個terms在哪裡呢 填鴨教育這個terms 是來自黃瞻 在一套叫做大家樂 那套戲裡面 作了一個歌詞 說香港的教育是填鴨這樣谷 歌詞而已 不要當真 為什麼不要當真 你看看香港之前的教育出來的學生 我說是教改之前 Pizza的分數是有多高 從來都是明列前茅的 如果做到明列前茅 你做不到 就在那裡將自己做不到的東西 然後就含著一波怨恨 那些人是填鴨 就說我明白你這種心態 這些是做不到的人 為了要證明自己 還有兩分價值 於是就說做到的人是填鴨 我知道的 不過國際的分數回來 告訴我 Pizza 我們是拿最高分的 你不是 我不會同情你 因為你在那裡要justify自己 在那裡說成功的人是填鴨 這是我很反感 接下來就說一些政治問題 我交給大家 免得都說了 其實把握時間說 每人兩個回合 所以你們繼續說 我已經說完了 是 B姐 B姐 我就是想讓B姐說 我沒有你們這麼投入去說 我看他們這裡 移民又不是移居又不是 根本他們是走路 根本是走路的 對不對 大部分的 拿著BNO過去 人家都沒有說收你 你都是難民走過 你是走路 講什麼移民移居 你不是正式移民移居的那些人 再講下去 他說什麼港珠什麼什麼移民那些 什麼移民潮 香港什麼移民潮 沒試過 對不對 香港試過幾次移民潮 接著那些人 真是移民那幫人 那幫人之後是什麼 子女或者自己都 回來香港後悔 不見了幾羅谷 又賣了樓 又這樣又這樣 回回頭 那些就真正是移民 而回流的人 你們是走路 你說什麼移民移居 人家都不是說你移民移居 人家說那些真是移民移居的人 你就拿到上身那裡 說我移民 說我移居 我不是 你是走路 你移民什麼移居 再講 當初以前真是移民那些人 可能都覺得自己很聰明 可能都覺得 你這幫香港人 繼續在這裏做做做做 可能他們都說這幫港豬 接著 回流的那幫人 就説自己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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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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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方面是有極大的興趣 現在我看到曾志豪寫的文章 我覺得他有些話說得對 有些話說得不對 香港的移民移居或離境 怎樣也好 總之他們跟當初的移民去外國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就想著拿回外國的身份 隨時利用香港的雙重國籍回到香港 有些人當然就這樣移民了過去 我有些朋友在外國 其實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 華人去哪裡 其實如果你只要勤勤力力有腦 你就會在每個地方有不同的發展 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回流回來的大學生 在外國就讀的大學生人數很多 香港就似乎是出外面的人多 但是這個 30年河東30年河西 現在一時的未必是 永久都是這樣 你要時世逆有不同的 但是我自己看到 特區政府或者是我們 去掌權的 一班領導人 其實他們真的要看清楚問題在哪裡 尤其是在教育上 香港的教育問題是非常嚴峻的 有關教育的事項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之前的講法 或者我自己的觀感 你就知道我對教育是有自己一個很獨特的看法 香港的教育 是真的幾千瘡百孔的 基本上DSE是有問題存在的 學校老師的配置有問題存在的 資格的考試都是有問題的 社工是更加大問題的 大家知道 你說優先考慮是子女的教育問題 其實是 因為你真的要走路 你真的被人拍了照 這個是真的 我們自己看到 因為看回2019年的事件的時候 香港出來破壞的人 其實就是這班人 如果你沒有上街 其實都不用怕的 因為被人拍到 知道是你 那就大件事 所以你們是走路 這個是沒有問題 是不是不相信香港教育呢 說真的 英國的教育 是真的被香港的教育 為街的 基本上 那為什麼香港教育那麼差呢 其實之前 英國佳佳佳陣 有機會和大家 再細細說 那其實 最重要的 阿Sir 這句不是true statement 我要補充 我還沒說完 矮君 可以 你繼續吧 是不是 OK 你繼續吧 還有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 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都經歷過 以前 會考的年代 A-Level High-Level的年代 那我自己有一點感受 這個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無論是對 還是不對 因為 我教育方面 我也有很多朋友在裏面的 我所認識的朋友 那對於我來說 想一想 其實香港是不是 百花齊放呢 是的 但是另一個最大的原則 就是我們過去被老英 就真的影響得 很厲害 還有是埋了很多炸彈 在裏面 所以不斷撕裂 我們香港人 這個問題是非常嚴峻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 香港不是容不下反對的聲音 其實 香港是容得下反對的聲音 但是你要有一個原則在 就好像在法律上 你可以跟別人吵架 但是你不可以動手打人 如果不是 你就兩邊都有錯 那這些是一個原則來的 那我們 其實 是不是會令香港變得越來越內地化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們要說得很清楚 我在內地生活 我完全不覺得內地的生活是不好 但是內地 會有很多情況 包括制度上高 西方不斷在打壓 香港有它自己獨特的位置 其實我說真的 我純粹從一個民生的角度來看 我自己真的很想一國一制 但是國家或一國兩制 其實有它自己的看法和遠見 這個我自己很認同 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的整個灣區 我們是需要發展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真的要強大 如果我們是不強大的話呢 其實很容易 令到香港變成一個短板 香港不會因為政見不同 而受到任何的問題 但是在國家安全法底下 如果你真的想顛覆國家 或者分裂國家 或者進行破壞國家的行為 或者言論的話 你就有罪 所以我覺得曾志豪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提醒自己的 就是面對現在的香港問題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應該怎樣去解決 我覺得是有進步的空間 這是我自己的觀感 Sky 交給你 我本身說真的 我看完這篇東西 我真的都是沒有辦法 跟他說我們現在 什麼移居的移民 這些不要吐落在我們身上 我覺得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 這麼多年出入入的 去外國打拼也有 回來也有 我們在全球的華人都很多的 那是不是代表他們不愛國呢 那當然不是 這些就是你們想放在我們嘴裡的說話 我不認同的 你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最認同 是走路的 現在是著草的 所以你們用任何理由走 我也不會可惜的 但是你就不要騎劫他們 他們是真的走路 但是我們不是走路 我們有一些上一步出去了 不同的原因都有機會 但是沒有人會說他們有什麼問題的 現在你為什麼要選擇要說人家 因為為什麼香港現在變成這樣 大陸化呢 你現在很喜歡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中國香港 我不明白什麼叫什麼化 這些事情你肯定放在我們裡頭 我們沒有說過的 我們都是面向國際 我是贊成香港繼續一國兩制的 因為這個是香港的價值 我也認為是 我不想它改變 也許很多人都不願意改變 我們習主席也說了 希望繼續用下去 如果用得好嘛 你們這些人不搞住 你就用得好 搞住了現在 你走了我很開心的 你快點爬絲近路 不是說笑的 我都不好意思 我對這位人聽說 我都很反感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很壞的事情 影響了香港 搞到現在的人是這樣 他們用什麼藉口都不到你們這幫傢伙說 因為你沒有資格說 你走路不要說別人 交給大家說完 好 A君 交給你 好了 剛才就說了上半段 這些拋的文字 不知道它寫什麼 再說這一拋的文字 下半段就寫什麼 下半段就叫劉兆佳 劉兆佳就說 認為有人因為政治問題而來講 並非壞事 還反問中央是否接下了一些 不認同中央的人士 接著這條姓真的就說 哎呀 劉兆佳坦老實說非我族裏就請離開 但是這樣又不是很對的 香港不是應該包容不同聲音 應該多元融合嗎 意思就是說 劉兆佳就說 因為政治問題而離開 並非壞事這句是不對的 因為香港要容納不同聲音 首先有一件事 容納不同聲音現在都在容納著 所以你這篇文章是出道界 雖然錯到離譜 而香港也是多元融合的 不過有一件事 我們是容納不同聲音 不容納不同的犯罪以致叛國行為 剛才劉兆佳說的政治問題 是因為這幫人叛國 叛國沒有一個國家容許的 用一下你的腦子去想事情吧 曾志豪 所以他下面講了七句廢話 說香港因為政見不同而來 那幫不是政見不同 那幫是叛國 找清楚自己的概念 鄧志豪 好了繼續了 再講到曾志豪說些什麼廢話 好了他就說了 這個港澳辦副主任 黃柳權 一堆人說香港實施國安法後 就變得越來越大陸化或內地化 或者是謂言耸聽 也時帶有政治偏見 接著說講了半天 原來內地 原來變成內地不是好印象的嗎 那麼為何香港天天唱好大灣區 又要用背靠祖國 這些就是概念混淆了 曾志豪先生 但是我們中央由頭到尾要求香港是一國兩 而實施國安法之後 不是變成內地一樣 這個是中央的目標 是有國安法之後 也都不是內地一樣 所以如果香港變成內地化 對中央來不是好印象 清楚了沒有 至於香港唱好大灣區 我不知道什麼叫唱好 我們是說大灣區的好處優勢 可能是說好處優勢 你這些人聽到就叫唱好 甚至唱好 唱好又怎麼樣呢 唱好和一國兩制有什麼關係啊 我唱好內地又何地方 這樣就影響一國兩制啊 麻煩用一下你的腦子 搞清楚你什麼概念 還有我們背靠祖國 也都是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 不代表是不是大陸化 不代表是不是內地化好現象 咬清楚你的概念 麻煩你這位自稱時事平安員的人渣 不要說人渣 不要說人渣 你沒有種人渣 這些質素是渣 這些是文渣 這些文的質素是文渣 而長期寫文渣的人是人渣 A君 勸過你很多次了 我不想被人笑而已 OK 好不好 好 不要再來 好 還有沒有事要補充 還有沒有事 說完了沒有 A君 說完了嗎 好 那B姐 B姐 其實他們大部份都是走 走老的 大家記不記得 早大約上個月左右 有一段片 就是其中一個走了的後山 但是無端端的跟那些人 走了去英國的那段片 他講了幾次很想回香港 很後悔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會去英國那裡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段片 根本有很多真是蒙茶茶 又跟了人走了過去 這些人真的也是走老的 有很多這些人 所以其實好像這個曾志豪那樣 根本是拆存在感 怕死人不記得去寫這些東西 不知所謂 我想接下來 只要不是犯了事 不走老不行的那些人 根本有很多人會後悔 準備回來香港 所以為什麼正如CY說的 那些是移居 他都不知道多想回來 身份證還有在那裡 保留一下 應該有很多人後悔回來 那些愚蠢蠢跟人走了 那些開始會醒的 我相信 是嗎?大維尚 是 你問我的看法 我就是知道 一件事情 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如果太多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和A軍做的故事 或者我們做的節目 很自由的 因為兩個人做 但是三個人或者四個人 那時候 我一定要公平地 去安排各位 說完之後就可以了 還有 我都簡單的說一句 我真的強調 大家不要太過情緒化 雖然我剛才說的 陶傑我也很興奮 但是我盡量忍住 OK 忍住 避免大家知道 平台的 要求是多嚴謹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理性一點去討論 暗風德 沒有問題 不要這麼大的情緒反應 就可以了 如果差不多的話 我們今天時間 1小時14分鐘 15分鐘 接下來 我覺得這議題 很值得大家思考 未必有你想要的答案 但是 我們盡量 大家說回 大家彼此不同的看法 這是一個交流 而這個交流 正正顯示我們五光十色 絕對是 但是五光十色之餘 都是互相尊重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香港是真的需要這樣 不需要抄到選像 因為我們都是愛國家 但是我們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是會有不同的觀點 和不同的觀感 在這裏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訂閱 港理台 另外 政研會和大衛尚的頻道 最好看完廣告 我看到 政研會未開廣告 那我就看看 遲下 和德德說 你開廣告好些 OK 好嗎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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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